你應該要把餅放在你身上吧 因為我坐上來 你坐上來,你不用做了 大家好,我是Telence 我是Cindy 上次我打電話問Cindy 好不可以一起戴著心率計 Cindy是不是也有 對,有個心率計在這裡 為什麼你戴在這裡 當然,你前臂比我上臂 其實沒關係 我戴上臂,我覺得手動來動去的時候 因為老鼠仔 你也知道,有練大隻的話 老鼠仔是比較大的 走來走去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戴前臂 去做HIRT,其實是想我們鍛鍊的心肺功能 然後在心肺功能的鍛鍊之後 有一個超級效果 可以令到我們日常生活的燒脂情況加劇 可以令到它快一點 才會有燒脂效果 但是究竟HIRT是否真的可以呢 不如科學化一點點 用這些東西,不要只是口說 不過首先,我要讓大家知道 究竟是什麼叫做我們的高強度 我用了一條的公式 就是叫做最高心率儲備的公式 公式我寫在上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到自己試試試計算 好了,準備開始了 1,2,3,去吧,跳路 現在真的開始去到市了 這個開頭我們還沒累的 新鮮 是的,新鮮 我們還是會做30秒 好,然後休息10秒 心跳開始上了沒有 等我看看 我心跳1110多,126 好了,停了停了停了 休息一休息 120多,你現在多少 3條1 3條1 準備了,準備了 第二個動作 半噸 我現在128,129 1,2多 但是還沒去到我的範圍 看看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強度 動不動呢 它究竟不動得住呢 不動了 好 我拿了電話,累一點吧 好 先休息一下 來了,準備一下動作 1,2,1,2 1,2,2 好,掌上壓一下 這麼厲害? 你現在做直腳掌上壓的 算了,我還是不要引你說話 對 當然了 我現在心跳都是123,124 好,好了 好,卷幅卷幅 133 133 但是還沒到你的範圍 快點 要做了 好,卷幅 我們兩個其實起碼都要去到1,4幾 1,5幾 關於這個目標 好像 好像追數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要試試HRIT 對我們來說,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強度呢 夠了沒有? 好 好,繼續 好 好 台階 立即拿台階 你拿下面那個 好 好 好忙碌 好 其實這個台階 是低了一點 不過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台階 這個可能我會輕鬆一點 給我回氣 其實HRIT的設計 就是去到給你回氣的 好 先收起它 好,來了 半噸 即是你看到我現在還可以一直在說話 就是 你也有戀愛 所以我們就是試試 究竟對我們來說是否能去到這麼高的心率 對我們來說 好 3 2 1 好 看一看,你多少 1300 139 你也是 我也是差不多 我也是差不多 你休息一下嗎 休息一下 快點 快點 趁近一點 對,趁近一點 這個台階的高度 對 不是 其實RING窗大和小有分別 小不要想著容易 小其實可以很難的 我們要補回 我們要補回兩秒 補多兩秒 好,OK 好了 做Panker 1,2,4 好 好 先撐住 你應該要 放個餅在你身上 我坐上來 你坐上來 你不用做了 好 最後一秒 好 好 OK 來了 來了 這個可能會辛苦一點 我先拿著來看著 好 跑 這個可能會辛苦一點 我覺得 不過要記住 抬高一點 這個心跳真的會上一點 135 136 150 很奇怪 對,跳完就會 好 來了來了 下個動作 好 我也是拿著機器來看著 好一點 但是我現在差不多腰了 咦,去到這個時候 我的心跳就真的差不多去到 我的目標心率了 不過我在做這個時候 我的心率已經下跌了 剛才150 或者以上 現在剩下4幾 好,OK 掌上壓這些應該沒有難度 這些是經常做的 啊? 練空嘛 練空就是做了掌上壓 好,OK 側身平板支撐 都是平板支撐 是不是 應該不難 應該是150 哇 立刻撐氣 補回兩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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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側身平板支撐 做這個,再做另一邊 就完成了 到時候看看我們的心率 去到哪裡 為什麼你的手放在那裡 累啊 為什麼我不明白 好 好了,轉另一邊 我反而是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低了 心跳掉下去了 為什麼 因為這些靜態的動作 對於我們來說 應該肌肉上的刺激是比較多 心肺上的運用比較少 哦 所以又會打多了嗎 因為初開尖 初開尖的話 肌肉的使用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難度的 哇,快點了 快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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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跌到126了 對啊,我現在到13幾了 去到 好,搞定了 已經完了 完了 完了 七分鐘運動 多少時間看 我們現在定一定下來 先看看 你現在多少 現在是131 對 我也是去到131 132 我現在去到 那就是說 其實這個HIIT 對於我們來說的強度 做一套 可能未夠 可能要做夠兩套 又或者 三套 才會夠 三套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三套 對,有這個機會 但是有機會 做了三套 可能只有一個累字 而不是真的 我們的心肺上度那麼高 有機會 其實我們做完這些之後 究竟怎樣知道我們那個運動 究竟是 在做運動的時候 是在燒脂 還是在用 我們身體裡面的糖分 或者是基糖肝糖 或者是ATP 那些能量去供應我們 其實如果是真的要很科學化的話 其實應該要吸住豬嘴 然後去到知道 吸進去的時候 氧氣有多少 而敷出來的時候 究竟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比例 究竟是有多少 那才可以 實驗室 是有實驗室做的 那才會知道 這些我之前也做過的 在這些位置 不過我們現在 就這樣約略籠統看的話 對我們來說 HIIT 就不可以算是一個 非常之高強度的 起碼我現在這一套不是 不過這一套也是 最原先 很多人都會用的這一套 不過 當然 當然我們有做運動的 那當然會 體能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套已經是OK 已經可以了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完全沒有運動經驗那些 就不建議立刻來做 是的 可以儘量去到 慢慢加強強度 那不用說 十時間去到這麼厲害 我現在說了一陣子 我現在的心跳 已經是去到 11多 118了 我剛開始第一個 111 111 做開合票的時候 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 10多了 已經是 輕鬆了 已經是107了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做了一個 小小的實驗 小小的試驗 究竟HIT是否真的 去到強度那麼高 當然對我們來說 就未必是 但可能對沒有什麼 做運動經驗的朋友 其實已經是強度很高 記住 做任何運動都是 要根據自己身體的體能 去到 循序漸進 去到做一個訓練 千萬不要見到 別人做什麼 自己又做什麼 未必一定適合自己的 掌要量力而為 是的 沒錯 今天就到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下次我看看 再用心跳 再用心跳 究竟和大家做什麼的試驗 好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